《科學新資》的時間 今天陳昀博士 你有些事情先想給觀眾 是嗎? 其實是的 兩個星期前我們講的 對於一些我們都很積極頻密支持的聽眾 我有一點回禮 我就這麼巧終於等到我想要的東西了 我不知道這裡看得清不清楚 台長你會不會都看到呢? 看到的了 看到有一個綠色的東西 有一個藥丸的東西 裡面其實就不太清楚 有一堆碎石 粉末的東西 綠綠的色 這個可能我之後再拍給大家看 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就是我為大家預備了的東西 其實這些綠色的粉末是來自一種叫做捷克殞石的東西 其實我想有些聽眾可能都聽過 但我看到他 剛巧我有辦法 有人給了一些可以說是一些淨料來的 別人正式捷克殞石一顆 大的就很貴 很漂亮的 但有一些比較細碎的 我就拿到手了 但我覺得可以有些紀念價值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東西本身也叫做捷克殞石 但其實本身不是真正的殞石 它是一些因為殞石撞落地球而產生的物質 這個我就或者另外在其他的時間再慢慢詳細介紹 因為今天我們還有很多其他內容 我就會嘗試主動去聯絡一些聽眾 表達一下我們的心意 大家留意著 我看看大家會不會收到訊息 大家保持聯絡 那是不是有人有份的? 不是有人有份的 但是視乎我會在裡面再挑選 我們有一些有多詳情有多樂力的聽眾支持我們的 所以我會盡量去優先 去優惠回答謝我們的忠實擁等 用科學方法篩選 好了 我們今天首先我想問一個新聞的話題 最近話說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制裁越來越嚴厲 之前是包括晶片 但是現在延伸到人工智能和量子的電腦技術 是不是美國意味著美國在這方面他們的優勢受到挑戰呢? 都很明顯的了 偏偏就是簡證這個人工智能和量子運算的方面 其實我們這幾年來的節目 都不止一次說了 尤其是在那些叫做量子運算 甚至一些甚至乎量子糾纏現象的研究 引伸到可能是在未來講一些量子傳輸或者量子加密技術 中國有條件是局部領先 即有些研究是搶先 可能做得更加漂亮 更加大 即是已經見到這樣的研究 另外人工智能那方面也是 人工智能很多時候 都牽涉到一些很重大的運算 不單純純是理論方面的 最後你可以製成一個成品的話 它可能是一個軟件硬件的那方面 其實你看到中國就是追趕的很重要 基本上就守著第二位 就在等著一個彎 就一下就抽頭過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了 但是這個進步的神速 是不是依靠在美國的留學生呢? 還是中國自己本身可以訓練到這些人才呢? 兩邊都有 也不可以說完全是一個獨立的原因 是不是? 首先我們以往看量子糾纏技術的研究為例 現在中國最首一指第一流的理論物理學家 或者實現物理學家 他們的訓練不一定是美國的 有些是奧地利 德國 那邊訓練回來的 他們在那邊從事那個研究 然後他們自己當年論文師傅也拿了諾貝爾獎 但是他們不是說什麼事情都沒有做過的 他們就自己在這個基礎 自己學習到的基礎上面 再發展下去 推進上去 於是乎就是既有取經本身學回來的東西 也都相信有跟人合作 也都自己研究回來的成果 就轉移回到中國大陸那裡再發揚多一點 這個過程其實都繼續在很多領域發生著 但是你當然講到就是說 有多少是人家抄過來 有多少是真的自己的呢 這個就很視乎各個研究自己本身 和那個研究者自己本身的本事 但是我都看到就是真的有本事的人 基本上就是可以將別人的東西拿下來 然後自己再融會貫通 做更大的東西 而看到就是在人工智能和量子研究方面就出現了這個情況 事實上現在的當代的科技研究都很少說 或者是一個國家自己壟斷了 很多時候你在那個團隊聯合國 如果你看現在的那些論文 十居其實一定有個中 有個漢語拼音的名字在那裡 專利了的技術層面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正路的方法去限制那個技術的轉移 但是很多時候科學研究一些比較開發創新的東西 還有一開始你未必立刻想到有什麼用的東西 你不會說去拿一個專利的 你最多就是你有那個數據 然後發表 然後自己可能寫了一個程式 或者做了一些模擬 或者建立了一個實驗 但是那些東西就不是一種可以直接變成一種商業專利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就是 實際上去做是怎樣呢? 他就說很多時候牽涉到那些軟件硬件那些 我自己就不是完全熟悉了這邊 所以我就不去多去猜想他實際上怎樣去操作這件事了 是啊 但是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中國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或者 我覺得資源上已經許可了 建立一個自己的粒子加速器呢? 對狀器 不是加速器 中國有自己的 問題是能量級數去到多高? 你如果要越大型能量級數越高的那些 都是扔錢進去而已 那個加速器的技術本身就 都不是說什麼這麼天大的秘密來的了 其實就有很多實際上那些技術層面的東西 那問題就是你怎麼組成到一個這麼大的團隊去做這件事? 那其實你說純粹一些加速器技術的東西 一些比較能量級數不太高的 中國大陸本身都有的 是啊 但是我記得很久以前討論過這個 而且我記得邱成和教授寫過半書 但我沒有買到的 是他建議中國是要搞一個 就是比這個箱更加大更加厲害的粒子對狀器 而一樣的真令教授反對這件事 就變成兩派形成一個對立 我自己就沒有很仔細地去想這件事 但是我有印象我們節目裡面曾經講過 有一位去鑽研這個超原理論的一些學者 他就很落力去主張中國真的起一個 比起相近的厲害的粒子加速器 然後目標就是令到可以探索一個 更加高能量密度的世界 而且嘗試在那裡找到有沒有新的粒子 如果找到一些粒子 是叫做什麼超對稱粒子的東西 就叫做有助去靠近到一些 比如比較高層次的基本粒子理論 但是就指紋樓梯響 就是個項目有沒有提上日程 這個就是另外一回事 是啊 那我們講一下雙 雙就不止是粒子對狀的 還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舉個例子 比如說是不是現在醫治療癌呢? 這件事很有趣的 剛剛這個禮拜都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這一班這樣的粒子物理學家 就去沾手這個放射治療的領域 但是這件事對我來說就很不陌生的 因為我自己在美國讀書的後期 我自己有參與過這樣的職業的 有這樣的實習的 的確在每一間醫院裡面 裡面有一些部門 是做一些癌症的放射治療 甚至乎有些純粹去照一下X光照一下CT 都有專責放射治療部門的人 那些其實不單止是放射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這麼簡單 更加重要的是在這班人後面 是有一些叫做醫藥物理學家 這班這樣的人 他們本身的訓練主要是物理學 同時再加上一些醫學知識 就令到他們將輻射在實際上的醫療用途 那兩個之間的紅溝就連在一起出來 比如說我們那部機 如果有部機能懂得做輻射 我怎麼可以設計到那個機能夠 令到他射的輻射 是可以準確地去瞄準到 那個癌症病人上面的腫瘤呢 這樣而且還可以視乎 他的腫瘤不同的位置 去調節那個角度 還有去設計那個劑量 還有做了一個模擬結果出來 令到醫生可以預估到那個結果 所以你會發覺就是這些叫做 MEDICAL PHYSICS 這班人其實就是站在這些 從醫生到執行放射治療的那位放射治療師 然後在這些人的背後就有一個叫做 MEDICAL PHYSICS 他就將科學裡面的一種工具 就帶來醫院那裡 我記得以前自己做實習的時候 都要學的 一般來說我們會用到電子速 一些譬如能量級數不是很高的電子速 來幫忙做一些放射治療 另外都會用到那個X光 或者甚至乎去到Gamma rate 加碼射線 這樣去做那個放射治療 然後我們會懂得計算那個劑量 會知道哪一個部分會吃得多吃得少 在哪個角度進去就可以盡量減少對正常組織的傷害 這些相關的研究其實一直繼續有做的 在那個叫做高臨物理 或者叫做臨床的那些MEDICAL PHYSICS 是專門做有這類這樣的研究的 但是小弟從事這個行業 真的叫做識小小辦代表了 我做了三個月而已 但是後來也都是回到香港 有機會接觸到這方面的專家 大家談過就從他們身上都學得到 就是說原來就是我們都繼續希望能夠 可以找到一個方法利用輻射 盡量去做到一些以前我們可能照不到的地方 我們盡量希望去照得到 譬如是什麼呢? 如果那個腫瘤是比較深藏的 需要穿過比較厚的人體組織那些 其實很多時候現在不是那麼容易搞得掉的 你可以外面加幾個那些高能量的電磁波 那些電磁束去射去 就是說有些加碼射線好 X光也好 然後有幾個不同的角度去聚焦在那裡 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始終要是裡面能夠盯到很熟 外面又不是受到太多損害這件事 不是太容易做到的 那現在又為什麼跟瘦有關呢? 原來就是在這些叫放射治療 治療癌症的這一門這樣的學問裡面 這些這樣的醫藥物理學家 現在就找到這個瘦的粒子加速器那邊去合作 就希望借助他們 瘦這幫人那個最先進的粒子加速器的技術 幫他們去改進甚至發明一些新的一些輻射的工具 令到他們可以打到一些以前他們打不到的癌症 那那個技術上面的改良 是不是精細了還是那個能量高了? 這樣的兩樣都同時存在 那麼這裡又要講一些 純粹講一下自己認識那種 這樣的放射治療的物理學 如果你說是講一些X光的射線呢? 它的穿透能力很高的 於是乎一打到一個身體上面 當然就是 你不只是一點那裡是中招的了 就好像一個子彈打穿那樣 整個體積 一個X光經過的地方 都會感受到那個輻射會受到影響 於是乎你可能想到 就是將它不如兩條這樣打交叉 就這樣照下去 於是乎交叉重疊的地方 就能夠吃得最多 甚至乎你不是兩條交叉 是講的是七條這樣去交叉打下去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個效果就是 會有一個特別的部分 是吃得最多的輻射 而其它相對來說 就吃了七分之一那麼少 這個是其中一種這樣的方法 但是呢 都不是能夠做到盡善盡美的 因為始終那個人體去吸收 這些這樣的高能輻射的能力 是有差異的 你盲目地去提升那個功率 有時候可能會影響到外面 始終就是一定是 等於中槍一樣的 一定是開頭那個射進來的東西 最開始那種傷得最緊要 然後打穿了洞 後面那一部分就沒有傷得那麼緊要 因為始終就是一路去打入身體的時候 那個的強度會有所減弱 這樣我們就是 那天都看過 譬如我自己那天去嘗試參與 就是看到有一些可能是老部的癌症 有些可能是一些前列腺的癌症 有些可能是那些乳癌 那基本上呢 很容易就想到就是用一個X光 來在不同角度這樣射下去 盡量避開重要的器官 避開那些脊柱 避開那些心臟起駁器 這樣呢 然後盡量打最多的 輻射下去那個癌症那個的腫瘤位置那裡 那有時候譬如說呢 譬如說乳癌這些case有很有趣的 可能它那個腫瘤比較近的表面的時候 就會用到一些高能的電子速 不是太高能 譬如說中階能量的電子速 打下去 既是將它表面上的那些這樣的癌去殺滅 甚至皮膚癌你都會用到電子速的 一些通常比較表面的東西就用到電子速 原因就是因為它的穿透力沒有那麼強 這個我們以前中學讀的那些什麼 Alpha Beta Gamma 射線呢 同一個道理的 Alpha 穿透力最低 但是也都基本上不會在醫學上面 有什麼很特別的用途的 Beta 射線就是高能量一些的電子射線 那些就會很容易被皮膚去截住 但是如果它的電子速的能量高一些的時候 它就會落去皮膚比較深層的地方才釋放它的能量出來 就是說它就可以炸到一些比較深藏的位置 而且隨著它的電子速的能量越高 它能夠炸到 主要就會把那個位的破壞力 放在一個身體比較入的位置才爆發出來 那跟其它的加碼射線會有些不同的 加碼射線你可以想像就是一支 那些這樣的一個子彈一下就打穿身體 但是那個電子速呢 就更加像一種就是好像那些雕堡炸彈一樣 潛入身體裡才爆發出來 就是有少少這樣的東西 那你可以想像到就是說 如果那個電子速的能量不夠高的時候 它能夠炸到身體的深度就會不同了 就會偏淺一些 那你的電子速能量不夠高的時候 對於一些比較潛在深藏一些的那些癌症 而且又是用加碼射線比較難去有效地照射到的那些 大家就會想想 可不可以用一個高能一些的電子速 好像一個叫做Bunker Buster 雕堡炸彈一樣 一下子插進身體裡 去到那個病組裡才釋放它的能量出來 就炸死那些癌細胞 那樣 但是我們現在呢 一般醫院用到的電子速能量 就達不到這個要求 你要達到這個要求呢 舊東西要弄得很大 所以現在有一個技術問題了 就是說到肉就是什麼呢 希望借助這個雙粒子加速器的人的技術 希望可以幫我發明一個夠輕巧 輕巧到可以裝在一個普通放射治療病房機器上面的一個高能量的電子放射源 那麼能量級數呢 要是比現在強10倍至30倍左右 如果純粹說一個數字 就是現在醫療用的電子速 它是叫做6至10個MEV MEV一個能量單位 電子就是叫做百萬電子幅 如果強行譯成中文 可以聽到一塊雲 但是現在呢 我們希望雙都幫我們做到的 是說的是 100至200個MEV 就不是6至10了 是說100至200 希望做到這麼高能量級數的東西 高幾十倍的 然後它可以是很輕巧的 就可以令到它擺在醫院裡面放射治療的那部機器 輕巧到的地步就是擺在那部機器裡面 就不是這樣掉在那裡的 它可以跟隨著一個儀器去轉個角度 令到它可以轉到病人不同的角度去射進去 這個就是最終希望做到的目的 嗯 好了 明白了 我們在這裡結束之後 下一次就回來 好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